最近几天,亚运会关于日本代表团的最大新闻,不是日本对争金夺赢,而是日本男兰的丑闻,涉事的四名男兰队员也被开除出队。 回到日本,召开新闻发布会,向日本国民献罪,马桶哥觉得,既然出了这个丑闻,还用大甘旗鼓开发布会,直接点位素人就可以了吧。 日本涉事队员回国在机场鞠躬道歉这段时间,随着报道不断增多,再加上一些小报记者不断爆出猛量,日本四名男兰队员机械在外PROC的细节也慢慢浮出水面。 四名故事的主角分别为,22岁的金村杂探,23岁的乔板泰塞和组腾台墨,27岁的永吉右影,这四个家伙身穿有这绝喷标志的日本国家队,队服出现在雅加达红登区。 这这些队员在外消遣还不忘国家,穿上国家队服,真不错,新闻发布会道歉当时四名队员来到雅加达一家日本餐厅吃饭。 中途认识一位专门为日本游客服务的资深皮乔客导游,在这个家伙的言语暗示之下,四名年轻小伙子没能抵抗申请荷尔蒙的冲击,跟着导游到了红登区那一处酒吧,到了酒吧结识那四名漂亮的姑娘,随后将他们带到酒店,一直逗留到凌晨4点才离开。 随后被记者发现曝光,事情发生后,四名队员向球队交代,他们每人花了差不多120万亿名卢比折合人民币大概560元。 为了这500万块钱,为了几个小时的畅宽,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这对他们的事业打击是毁灭性的。 这个教训值得所有运动员,包括我国运动员的深思,十一以为借,不要为了自己的私欲而致国家荣誉,而不顾,日本媒体新闻截图无独有偶,不知是日本国内的社会环境影响,日本对每逢大赛老是闹出一些神丑闻,上届人穿亚运会,日本著名手球明星三尔欺负韩国家运会员工作者的实践还记忆犹新,有了这些事件。 我想日本队以后一定会加强管理吧,卡塔尔多哈前鹏飞事件当然,我们也不要幸灾乐祸,我们代表团也要严厉的管理我们自己的队员,不要让队员闹出有损国家面子的事来,卡塔尔多哈亚运会排球队前鹏飞骚扰队游之类的事件,还是不要再报了吧,广大体育迷觉得应该怎样管理我们自己的队员呢? 对日本队的丑闻大家怎样看吗?是日本国内的环境导致的吗? 是日本国内的环境导致的吗?是日本国内的环境导致的环境导致的环境